所有人都听说过他的70分 但几乎很少人了解他的70分过程 虽贵为漫霸传人 但频繁的输球和数据刷子的评价 让他成为了球迷心中最美漫霸气质的门徒 新球赛季就轰出6场30加 二年级就完成了场均22分 外加70分的壮举 当人们都以为布克要接过分位的大棋 无奈球队连年无缘气候赛 就连得分高居前6的布克也毫无存在感 最佳阵容的门槛都摸不到 保罗的加盟曾一度让球迷看到总冠军的希望 但老炮的带队成绩光环太强 即便捧起西部冠军奖杯 所有球迷依旧把克里斯当作最大功臣 如今球队迎来了死神和比尔 年轻的布克再度带领球队冲击总冠军 即便在阿渡身边布克依旧能高效的拿下一场场40加50加 有着无限开火拳的他还变得逐渐高效且稳定 也许是当年和老炮的搭档让他学会了如何带领球队赢球 如果你这些年一直在看布克的比赛 你会发现曾经即便输球还在一直刷分的布克不见了 现在的场上你看不到一个无限得分欲望的布克 他变得聪明 文赛界的助攻数生涯最高 也冲进了联盟前10 在阿渡加盟后学会高效进攻的布克又面对无人包夹的舒适环境 重启终结者模式后他的得分反而又攀升了一个台阶 超高的效率让所有面对布克的防守者都不能松懈 每逢一月底这些日子球迷们都不自觉的回想起曾经的曼巴 兜兜转转多少年过去了 曼巴传人也没在复刻或者接近他们的模板 有古典的守卫者阿赞 还有逐渐沉沦的寇兰王 27岁的布克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逐渐进化 逐渐走上联盟第一分位的位置